卡在政府 这个讲法很卡通 既不真实 又不公平 大家想想看 如果政府要卡BNT疫苗 政府要挡BNT疫苗 政府要挡 要拖BNT疫苗 或者外界讲说 我们就是不想买BNT疫苗 可以回想看看 如果政府是这样的一个 做法的话 陈时中指挥官 何必开启 企业可以捐赠疫苗 政府的政策可以选择不开启 他开启 如果不是支持 也希望各方一起来成就 我们在争取国际疫苗的困难 何必在行政院这边 宣布6月18号 成立专案 来协助台积电跟鸿海永林基金会 这一个要购买各500万剂的BNT疫苗 何必 成立专案之后 如果没有要让它完成 又何必在短短半个月内期间 就把这两份复杂的契约给签约完成 如果要拖 昨天晚上送来是9点半 合理的时间给个两三天 好好审约没有问题 如果想党找个机会 借个题目 挑挑里面的问题 说你这个文件不齐备 那个内容还有待补证 弄个一两个礼拜没有问题吧 何必连夜加班 马上批合 签署 我希望事实胜于雄变 这些之前 对政府不要采购BNT疫苗 这些不时的谣言传言 到今天为止 今天就足以证明政府的态度跟做法 外界这种传言 不真实 而且不公道 特别对CDC这些同仁 我刚刚讲这半个月来 几乎是一两天就要开一个专案会议 更不用讲内部的相关的讨论跟准备 昨天也是忙到深夜 CDC这些同仁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努力 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非常的感动 这个工作团队 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 要完成这一项使命 其他不用多讲 你看这个结果 就可以证明一切 希望国人同胞 我们在面临艰困的疫情的状况底下 我们的国际疫苗采购 受限于多种的原因 而难以施展 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各方齐力 公私协力 来促成 来成就 这样的疫苗采购 来供给我们国人使用 保护国人的健康 从常识跟逻辑 就可以导出 这个政府不可能 挡BNT疫苗 不买BNT疫苗 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理解 政府的苦心故意 也再次感谢 这个两单位 全政单位的热心奉献 我们现在才能够在这个阶段 完成这一个重要的关键工作 当然 我们还要推进到下个阶段 下个阶段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约签了 不等于获就到了 也就是说 很多的准备跟执行工作 大家还要齐心努力 不要做过多的 泛政治化的解读或操作 去干扰影响 这个采购跟捐赠目标的达成